本期视频将为您介绍一些肯尼亚的特色影视机器 背后关于历史地理民族的相关证明 话不出正片开始 肯尼亚,一个地处东非与印度洋相接的国家 5051万的人口分属于42个民族 这里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在其境内曾出土过25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 造主是用准绳轻障过一般 让赤道精准地从肯尼亚的东西贯穿而过 拥用摇天动地的神力 在南北劈开了一条长达6000公里的深谷 这条被世人称为东非大裂谷的地球疮仪 与赤道相交 让肯尼亚有了东非十字架的称号 正是这样独特的结构设计 让肯尼亚用区区5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就收集了这个星球上诸多地理特征 沿海一带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南部与塞伦盖地草原相接 热带草原气候明显 中部海拔高达5000余米的肯尼亚山中年积雪 北部则近是干热的沙漠及半沙漠地带 如此分明的地理环境 让肯尼亚成了动物的乐园 最初的肯尼亚人凭借这份自然的馈赠 成为了出色的猎手 在漫长的岁月过后 畜牧业随之产生 之后自习而来的班图人将种植技术带到了此地 之后阿拉伯人 葡萄牙人 英国人分治而来 深刻影响了肯尼亚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 当地饮食 自然也与外得者之间产生了诸多波荡 骄骄扰扰间 竟也造就了它独具一格的流派 今儿咱就来领略下 这肯尼亚饮食的各种风貌吧 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前后 已经有很多阿拉伯人在肯尼亚定居了 阿拉伯人在波萨伊斯兰教的同时 也与当地人一起打造了东非著名的 斯瓦西里海岸贸易中心 此后数百年间 此地的贸易版图不断扩大 建制印度与中国 而阿拉伯人精湛的烧烤记忆 也在这片百寿之地上 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 于是一道名为尼玛乔玛的烤肉菜肴 成了当地的招牌美食 在如今的内罗币 你会发现所有高速公路两旁 尽是火热的烤架 各种牛肉 山羊 鸡肉 在炭火上滋滋作响 肯尼亚人恨不得把屠宰场 就放在烧烤摊旁边 各种新鲜的带骨肉块 在烧烤时进出的汁水 就是尼玛乔玛最好的配料 对待这样的食材 任何复杂的调料都显多余 简单的撒上粗盐粒 赶紧炫起来吧 而各种屠宰时产生的动物下水 也会在第一时间被制成香肠 没有任何的海克斯科技 甚至没有机器的脚打 人就拿刀把原料切成合适的大小 再简单的与洋葱混合 灌入长衣 然后同样被放上烤架 切开时 颗粒分明的馅料 早已在炭火的作用下 恰到好处的化为一体 用叉子都怕把它戳爆 所以直接上手吧 妈呀 这菜可太费啤酒了 除了高速公路旁的烧烤店 肯尼亚还有一个世界文明的烧烤餐厅 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兽宴 它是一家位于内罗币的露天餐厅 以提供无限量的肉类自助餐文明 曾入选全球50家餐厅 在04年以前 你甚至可以在那里吃到长颈鹿 嚼马 鸵鸟 鳄鱼 等等稀奇古怪的肉类 幸好04年后 肯尼亚禁止销售野生动物 他们的菜单也变得相对正常起来 进店以后 人先在你的餐堡上竖一面 带餐厅logo的小旗 完了就开始源源不断的给你上肉 什么时候你说服了 吃不动了 那就请八旗认怂 要不然人就一直往你盘子里添肉 我还特意去他们网站查了一下价格 85美的一位 另外还有一位中国游客在评价里面写道 饭店里的小猫已经连鸡肉都不吃了 据说欧洲对于肯尼亚的首次发现 始于1498年 瓦斯科达加马的印度之旅 葡萄牙人在去往印度的途中 经过了肯尼亚 并喜欢上了这里 几年后就开始陆续到访 至1593年 菲利二世更是直接在肯尼亚 修建了一座名为耶稣堡的要塞 以维护葡萄牙在当地的领土 玉米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非洲 在玉米之前当地的主食是以青香蕉为原料制作的马托克 青香蕉看上去像是某种我们未曾谋面的物种 实际就是黄香蕉未成熟之前的状态 从口感到性状 你都可以把它直接理解成非洲的土豆 在玉米传入后 香蕉的地位很快就被取代了 一种以玉米为原料制作的名为乌加利的主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占领了肯尼亚 乃至整个东非南非的餐桌 如果你去过肯尼亚你就会明白 它属于那种不可能被错过的存在 肯尼亚人用它搭配几乎所有的菜料 在制作上 乌加利就是通过将玉米面投入废水 然后用工具不停搅拌制成的糊糊 做法简单至极 但是也内涵相当技巧 玉米粉与水的比例 搅拌的时间劲道 都将影响成品的状态 在食用时 你需要用拇指将乌加利压出一个凹口 等于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小勺 然后把菜崴到里边进食 所以好的乌加利一定是不干不湿 既能包裹住食物 又不会粘留在你的手指上 猪公可知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是哪 如果不算西二旗地铁站的话 那便是米金戈岛了 它的面积还不及足球场的一半 却居住着超过100户的人家 此岛位于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中 而维多利亚湖的面积又涵盖肯尼亚 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 所以关于此岛归属的争执已持续了数十年 窝居岛内的居民都是打鱼为生的渔民 维多利亚湖中渔业资源丰富 尤其盛产尼罗河卤鱼 这种鱼是在1950年被引入的 尼罗河卤鱼身形硕大 身长可达两米 重置200公斤 欧洲对其十分青睐 所以那些最优质的卤鱼 会在第一时间被冷炼 则在国内消化 受限于国内的储存条件 商贩们一般是直接将鱼切块油炸后零售 而当地民众喜欢用它搭配洋葱西红柿 配上我们刚才所说的乌加利 这属于最标准的肯尼亚家常菜组合 关于米金戈岛的渔民 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 在距离此岛仅百米远的地方 其实就有一个大的多的岛 但是没人去 就全都挤在米金戈岛 原因是渔民盛传 那个大岛不吉利 由鬼魂驻扎 19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 凭借技术与装备的优势 开始了对于世界的瓜分 肯尼亚最终被英国人放入了口袋 为了更有效的攫取当地资源 他们雇佣了大量巴基斯坦及印度人 来到东非修筑铁路 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 英国及南亚的饮食 开始深刻的影响肯尼亚 这里边最典型的菜肴是薯条马萨拉 马铃薯与玉米都是大航海时期 被带回欧洲大陆的 英国人对它情有独钟 但相比英国人的做法 肯尼亚人更青睐印度的方式 制作过程没啥可说的 印餐经典老三样 洋葱大蒜西红柿打底调汁 完了来点香菜蜂蜜柠檬煮成糊糊 再往复炸过的大粗薯条上一浇就得了 类似的土豆料理还有巴吉亚丝 但也无非是把土豆切成片 裹上马萨拉糊再油炸 总之肯尼亚人是真的爱吃土豆 其实从这俩菜就可以看出 相比于英国人的马铃薯 南亚对肯尼亚饮食的影响 要深刻的多的多 如今肯尼亚几乎所有家常菜的制作模式 几乎都沿袭了南亚以香料粉调味的风格 此外南亚还将试吃米饭的习惯 也带给了肯尼亚 用各种咖喱炒饭搭配名为卡丘巴里的小凉菜 成了一种经典的饭菜组合 卡丘巴里大抵相当于咱这儿的 拌三丝或者老虎菜 只不过下了一小时用大量柠檬突出了酸味 用它的酸爽搭配咖喱的浓郁 这肯定废饭 非洲大陆向来不缺暗黑系的料理 在多民族的肯尼亚 这话可能还得加个更字 你折磨自己耳朵著称的马赛人 适合养喜 地理鸡人的大锅里更时不时的就得主织猴子 但这个实在太中口了 如果细细讲来 估计这视频也就发不出来了 所以咱还是聊个轻松点的 昆比昆比吧 昆比昆比是卢西亚族常吃的美食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白蚁 而且是那种经过三年以上生长 长出了翅膀的 像子弹一样乌乌飞 横冲愣撞的成熟白蚁 对于捕捉白蚁 如果你的印象是一个非洲哥们 拿着脸盆或双手 跟着扑冷 那他八成是拿了小费在卖力表演的演员 真正爱吃这口的专业人士 都是在每年九到十二月间 在白蚁巢穴上用织物的一个帐篷 将蚁穴罩在其中 然后埋一个小盆 再点一盏明灯 之后就等着一波波的收获吧 之后用水清洗 晾晒干燥 再用剖罗筛除翅膀 之后是生吃是炖煮 就随您了 不过最能勾起我食欲的 还是炒白蚁 撒一把粗盐 再和之前做得的炒米混合 又出树 又能丰富口感 那炫起来 没个停 不信你就给我做点 不瞒各位 这肯尼亚 真的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国家 而且要不是因为一个意外 我可能早就去过了 前几年 我就订好旅行社 准备去签约交钱了 因为是个工作日 人轻吕的两个小哥 还特意加了个班等我 我记得七点来中吧 我这下班后 就和女友一块赶过去了 结果收护照的时候 人说你这两本护照 都是白本 还没签字啊 然后我女友 就非常牛逼的 把她的名字 签在我的护照页上了 这护照等于就废了呀 当时那俩小哥脸 直接就绿了 然后我们就在人旅行社 又搜了搜 最后决定 自住去三亚德了 再然后我们就推门出去 去旁边吃张亮麻辣烫了 假使这两个小哥 真的有幸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真的要对您说声对不起 您就原谅当年的那两个奇葩吧 大家见到这儿了 不要看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